现在我们来讲讲发展期 就是当你度过了你的初创期 你可能拿到了第一笔融资 或者是说你的产品雏形已经出来了 从零到一之后 那你要怎么建立这个商业模型的这个闭环 其实在这个整个商业模型的建立中呢 重新组合相应的一些资源 其实是能够去打磨这个团队 以及你的创业逻辑的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三个大的维度 外部环境是什么 外部环境是我们开始初创的时候 我们在刚才讲到初创的时候 我们选择了健康管理这个行业 我们选择了它之后 在我们发展期的时候 它的外部环境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它的外部环境 就是考虑它的未来是什么 那可能我们要跳脱健康管理这个行业 我们要考虑的是说 比如说物联网的未来是什么 因为健康管理这个行业 未来必然涉及到数据 必然涉及到这些设备之间的关联 那物联网的未来就是 未来可能每一个产品都可能是一个智能设备 现在其实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 手环啊 体脂衬啊 血压 移啊 这些都具备有传输的功能了 它的数据是可以直接传到手机上的 那现在除了这些之外 包括像现在智能桌子 可能智能电视 或者智能马桶 这些相应的这些产品 在不断地衍生出来 那未来呢 会出现一个万物互联的状态 那健康管理这个行业 未来可能需要各个方面的数据 那好了 我们提到了数据 那健康管理的大数据 从哪里而来呢 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了 妙健康是一个健康行为管理平台 那我们怎么知道用户的行为呢 我们需要通过各个能够 让行为产生数据的智能终端 来告诉我们用户的行为 所以呢 在妙健康看清了外部环境之后啊 在产品的端 我们做了一个大数据的平台 我们这个数据的平台呢 发展到目前为止 已经把国内市面上 主流的300多款智能穿戴硬件 全部囊货在中 这个基本上已经涵盖了 国内90%的智能穿戴设备 包含了28个品类 以及400多个医疗服务 那这个大数据平台是干嘛的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它的逻辑 比如说 你有一个小米的手环 你有一个乐心的体脂秤 你有个欧姆龙的血压仪 通常情况呢 这三个东西会有三个APP 你的数据是分在三个不同的APP上的 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大数据的平台 在用户授权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三个数据 统一到一个平台上 那这样子我们就会发现 你就形成了健康数据 统一化的一个集合地 你不用再去开三个APP 你只要一个APP 你就可以完成相应的数据的集合 那包括甚至在这个平台上 还有医疗服务 比如说你的体检报告 也可以进到这个平台 我们可以从体检报告中 读取有效的数据 然后加入到你的 个人的健康档案中 那也有可能是说 你有一个问的一些问题 你去医生那边问诊 问的问题 这些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加入到你的健康档案中 那就会构建一个用户 完整的一个健康档案 那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我们对于物联网 未来的判断 就是说未来万物互联 一定是大趋势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建立了这个数据的平台 就是为了万物互联的到来 做的一个准备 那同时呢 在发展期中呢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了 对外部的判断之外 在内部的探索中呢 我们还要考虑 就是说打造你的护城河 我相信在未来的创业中啊 做信息买卖的 信息不对称买卖的 这样子的商业机会会越来越少 在早年创业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东西卖三块 这个地方卖两块五 有个五毛钱的价差 这件事情别人不知道 你知道了 那你通过这个倒买倒卖 这个信息 中间赚取相应的差额 这种事情 在早年的创业中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到现在的话 你会发现 包括抖音也好 包括淘宝也好 包括各种各样的 我们看似 它是个娱乐化的产品 但其实它背后 都有它的人工智能的能力在 所以呢 其实我相信 未来科技手段 以及科技的创新 是打造护城河 就是你创业护城河 最有利的手段 那妙健康 包括妙健康也是 妙健康所开发的 妙云的人工智能干预平台 这个平台目前呢 通过我六千万的用户数据 然后我们给这些用户呢 建立了将近十万条的 这个标签库 然后同时呢 我有四十万条的 关联的这种健康知识 以及任务库 来去帮助用户 做这种智能干预 这个说起来可能有点悬啊 大家可能没有理解 这个平台到底干嘛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说如果你使用我的APP 或者通过我的合作伙伴 比如说你使用了是 阳光保险的APP 但是阳光保险的这个数据能力 以及这个人工智能的能力 是我们妙健康提供的 你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 就是说你上来之后 如果你有体验报告 这个体验报告中呢 我们发现了 你是高血压的用户 那你就会得到 每天的一个任务的干预 这个任务的干预 就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因为我是发现了 你是高血压的用户 于是我定向给你 推高血压的任务 在这个推送任务的过程中呢 有一天呢 我可能会问你各把个问题 比如说我问你说 你抽不抽烟 你喝不喝酒 你是不是上班族 你有没有久坐 就是长时间坐着的 这样子一些习惯的时候 当你给我反馈之后 我会发现 你除了高血压之外 你还喝酒 你还抽烟 你可能还长时间坐着 那好了 当我收集到你这些标签之后 我的人工智能的算法 在第二天 就会根据这些 不同标签的配比 给你推送 除了高血压之外的 包括戒烟的任务 包括督促你戒酒的任务 包括督促你 比如说长时间坐的时候 我会提醒你起来运动 相应的任务 这样子的任务体系 慢慢完善之后 你的用户画像完整了之后 我的算法就会越来越精准的推送各种内容来干预你 这就是说人工智能的能力 在未来成为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基金 包括我的十万条的任务库和四十万条的知识图谱 像这个庞大的都是我们在长期的时间来打造自己的护城河 就是让别的竞争对手没有办法去抄袭的一些东西 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在内部探索的时候还做了第三件动作 就是在我们帮助用户去干预健康的情况下 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觉得用户做这些任务很枯燥 比如说你一天给他推三个任务 然后你这三个任务推完了之后 他可能看到了这三个任务 他不会觉得这三个任务做完了会怎样 于是我们推出了国内首个健康行为指数 这个健康行为指数是以数值的方式来评定个人的健康行为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用户抽烟 这个行为是不好的 这个行为不好的情况下 他就没有分 但如果有一天他戒烟了 他在我的后台的平台上告诉他说 我今天从抽烟五根烟减少到了两根烟 那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个相应的分值 因为他改善了自己的健康行为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分值越高 就说明他的健康行为更好 比如说你原来熬夜不睡 那现在你早睡早起 这样一个动作的改变 我们就会为你的这个健康行为加分 这个分值是动态的 就是他每天的任务是动态的 所以他这个M值也是动态的 在这个动态的情况下 就这个健康行为指数 成为了我们能够去帮助用户 很好的管理的健康的一个 第三件这个核心的东西 那在这个同时 我们看到了外部的环境 重新思考了我们的商业模式 商业的探索之后 我们其实还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一定要看向国外 我这里写的是 看向国外找最优秀的合作伙伴 这未必是国外 因为国内外其实我们都在探索 就是当外部的环境 和你的商业模式结合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的发展 同时你在这个行业中的地位 同时你未来的发展的时候 你要去找到优质的合作伙伴 来补足你的短板 或者能够在你的商业模式中 来帮助你的 妙健康其实持续的在整个全世界 找这样子的商业伙伴 这样商业伙伴 我们找寻的标准其实特别简单 第一个就是国际知名 第二个就是技术领先 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和加拿大健康管理中心 在国内成立了合资公司 这是加拿大最大的一家健康管理中心 然后它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它在慢病管理和线下的用户管理上面 有丰富的经验 以及医生的资源 妙健康其实是一家互联网公司 互联网公司它强大的能力 比如我刚才说的大数据的能力 人工智能的能力 以及我们算法的能力 完全是基于线上的 那现在我们找到了一家很好的合作伙伴 在国内成立一家合资公司 它是线下的健康管理 那线下的健康管理 这样子的门店一旦达成了之后 一旦开始运营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它线下的管理 其实可以跟线上的数据 形成一个线上线下的互动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用户 在实际的线下的任何一个动作 对于线上的这种数据的干预 这样子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达成一个 线上线下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同时除了加拿大健康管理中心 包括像梅奥诊所 包括一些国外的一些优秀的互联网公司 比如说Earth Life 包括像Dakado这种 其实瑞典的一些 有知名的这些公司 都在跟我们有 包括技术层面的探讨 包括合作层面的交流 这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要看向你这个行业中 最优秀的合作伙伴 然后来补足 或者来弥补你的短板 那其实在发展期中呢 各个创业者也会出现 就是大量的这个外部的资金注入 比如说妙健康 2016年阳光融会资本 投了我们一个亿 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 币轮加 币轮以及币加轮 我们一共拿了3.5亿的融资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其实对于 内部运作 运作管理上面 其实也时刻的警惕 妙健康在拿了几亿的融资之后 并没有快速的扩张团队 我们在整个团队的扩张上面 其实是非常谨慎的 我们在整个团队中呢 其实秉承的是前半年招人 后半年磨合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在每一年的年初 公司会放出一些嗨抗 然后相应的岗位会进来相应的这种优秀的人才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时间很短 可能就三四个月 然后公司就会锁死嗨抗 就不可以再进人了 但是后期呢 当这些人跟我们的团队磨合 磨合的好 他就留下 磨合不好呢 可以换人 岗位不增加 但同一个岗位可以换掉更优秀的人进来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就会发现 没有快速扩张 而是精益化的去运作团队的时候 你的团队的效率会比大规模扩张的时候 效率更高 第二点呢 就是在创业的过程中啊 需要保持一个时刻融资的姿态 很多公司呢 是A轮融完了之后 没有钱了 然后再去融B轮 我觉得世界上 雪中送炭的人是很少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锦上添花 所以呢 妙健康在整个融资的节奏上把握的特别好 我们A轮融资完了之后 马上启动B轮的融资 B轮融资完了之后 马上启动C轮的融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妙健康从2016年开始 每一年完成一轮融资 2016年的A轮 17年的B轮加B加轮 以及2018年的C轮 大家有的人可能会说啊 你的这个C轮不是4月份才完成的吗 其实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妙健康的C轮融资 其实是2018年年底完成的 只是由于我们披露的时间是2019年的4月 但其实我们是保持了每年一轮融资的这样状态 去推进整个公司 以及推进妙健康这个项目的 所以呢 快速融资的过程中呢 除了能够让你的资金链不断裂之外 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 就是跟你的竞争对手拉开距离 大家去看妙健康 现在融资已经接近10个亿了 那同时大家在看健康管理这个领域之后 就会发现在健康管理这个领域 妙健康的这个接近10个亿的融资 基本上是已经是这个赛道中最前的一家公司了 那投资人是这样子 他们看赛道的话 基本上会看头部的公司 那如果你的融资金额 能够让你达到这家公司的估值 在这个赛道上已经是头部的时候 那后面的投资人可能还会看第二名 但是第三名第四名他就不会看了 所以呢 时刻保持融资的这个姿态啊 是非常重要的 就不要等着没钱的时候再去融资 时时刻刻保持融资 包括现在在我们刚刚披露完我们C轮融资 其实今年的融资已经开始在进行了 我们今年希望在年底之前完成新一轮的融资 来扩大我们跟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 同时保持我们在行业内的领先 这个我们已经继续在往前推进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用技术的手段来成为你的竞争壁垒 然后第四点 就是始终看向这个行业最领先的公司的动态 无论是国内外的 要么和他合作 能够学习他你所不具备的能力 那在整个商业闭环中呢 我们其实有两个关键的 刚才提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在整个健康管理这个领域中 其实我们看到的核心能力就是大数据跟人工智能 那如何打造你的竞争壁垒 如果你形成了一个大数据的能力 和人工智能的这个算法的能力 在行业领先的时候 你的竞争壁垒自然就建立起来了